Hello, my friend, we are a professional toy supplier, focus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eam toys, now come with me 知识改变命运,创新,成就未来 Hello,欢迎来到赛制柯川乐园 我是松哥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有意思的科教意志类的玩具 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贝利桥 这个贝利桥呢,它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小故事 那它是由英国的这个谢菲德大学工程师唐奈德 在爱战时期为了解决这个军队渡河问题 而发明的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 能够满足快速搭运的 结构特别稳定的牢靠的这样的一个桥 那这个桥呢,在爱战时期呢 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一个意义 OK,讲了它的背景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桥把它拆了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装配一遍 OK 好 首先另一步 拿杆子 拿杆子 好 把它撑起来 OK 然后是这边 怎么样的 把它撑起来 把它撑起来 继续在这一边 这一个不对了 这个是多余的 因为这 这里已经有这两根做支撑了 所以这一根就不需要 把它拿掉 好 然后呢 ok 继续 这边 好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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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个桥就搭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承重的测试 来 Jack把树甩过来 好 好很稳 继续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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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ok 那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实验呢 通过我们这个装配的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贝利桥 它的这个结构简单 而且负载能力也非常的强 ok 那创意来源于生活 希望呢 大家能够通过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 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 去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 去发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让这个社会能够生活的更加的美好 ok 好 谢谢大家